特点的羞于表达 他是这意思 但是他绝对不能这么说 他得拐一弯 那你觉得为什么这点人会这么明显 就有话不好好说 比如你明明是一个爱听古典音乐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明明是犀利的英雄主义的 对对对 就把人家装的我不是 就是为什么呢 你觉得 我就是和文革后期有关系 因为文革太假了 随之后对假的反感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作用力 特别在浪潮 所有的虚伪的假的东西全都被打翻在地 然后全被不齿 所以这些人很怕自己 你比如说我喜欢听古典音乐 我这说出来是不是有点扫的 你还装什么话 对对对 别装 你说的这个就别装 别装成为了一个时代 就是这二十年的一个潮流 从现在开始又开始装了 对但是比如说 本来有这套话语系统是不是反对那种假崇高 假理想 但吴宇宙也把这理想真崇高都不敢说了 会有这个问题吧 对有 有你说的这个 修于承认 所以就是说这点 然后变成另外一种假 对对 是啊 我觉得是不是另一种假 这带人的问题 对 是 所以部分你们要为这负责是吗 你觉得 这是一个挺难面对的一问题 你面对它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我觉得其实倒了也不可能完全没有 只是有的时候被那东西给掩盖掉了 有还是一直是有 其实费这么大劲去拍1942 其实我是觉得看刘领云的小说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一点是最可贵的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场灾难 而这个民族面对灾难的时候 和其他民族面对灾难的时候 它的结果为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再有一点这样的思考 你也会觉得被冒犯不舒服 但是确实我觉得是应该拍这样的电影 我们也认识一下自己 就是大部分观众 他是因为这苦难 我不太爱看 他做完了赌的 所以你说这个时代情绪变化是很有趣的 我记得1980年博洋出那个丑的中国人的时候 特别受欢迎 然后过了30年 大家对这个开始就挺低出的了 对 这种变化挺大的 对 这个是我非常想拍的一个电影 马林生 你知道不知道有人权这一说 不知道 人权 那是成人的权利 你算什么 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比如你现在想起来 一地鸡毛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昨天还在跟刘振云还聊起 我觉得那是我拍的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最后我拍了也没播成 而且现在母版都找不着了 是吗 对 就是我再想看一遍 我找不着这个蝶 这就很有意思 嗯 如果这个当时顺利的出来了 而且获得成功 你觉得你的人生道路会不一样吗 对 你说的对 比如说这个和月亮背面 嗯 对 包括过着狼狼不堪的生活 包括我是你爸爸 嗯 我们被逼的这几个嘛 如果没有可能就直奔 我不是盼金脸这路 来了 嗯 这中间就兜了一大弯 对 因为你要生存嘛 你们所有人说别再千万别给他投资 像这电影这么一个他们能过的 嗯 嗯 那就开始拍赫岁片 嗯 拍那种 嗯 但是我认为即便是这个赫岁片 我们始终也没有放弃了 在这个娱乐里头有很多的讽刺 嗯 在里边 除了副表演的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来着 没完没了 嗯 除了那个就确实是 因为那个是当时电视剧跟我说 你拍赫岁片 你就可以拍那个一声叹息 我就是因为为了一声叹息 我得必须完成这撒 甲方一方 不见不散翻了 就生存了一个 捏着鼻子存了一个 这个有整个拍的过程中 从拍第一个礼拜 到拍最后一个礼拜 他一直在跟我说 哎能不能 不拍了 花了多少钱了 不行我给你找一赞助 我就把这窟窿冬上 咱别拍了 那电影装上的拍 嗯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算喜剧吗 我觉得 导演说这是属于冯小刚的喜剧 皮刘润云的 哦对 他都说就是属于他们的 而且导演拍这个电影 他说他想共园 嗯 不自帮助同意 直到拍拍前的前一晚 大家都跟他一起在酒楼上喝酒 希望适途说服他 嗯 不要去拍这个 就严格兰党吧 那最后导演 气得拴着走啊 赌气的时候说 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 来给我偷钱 我 我到这个岁数了 我只想拍我自己想拍的电影 真是豁出去了这次是吧 真是没电影 我跟冰冰我说 我说这个 如果说有150场戏 有他们130场戏都有你 但是这戏的主角又不是你 这主角是所有这戏里的配角 这我不是潘金莲 但是他是由李雪莲说开去 他是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关系 这样的电影 我觉得可以说近十几年来 中国电影就没有这样的电影了 如果这个六爷碰到李雪莲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俩 这问的好 反而这俩人都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有某种他自己的坚持 为什么最后他去上吊 上吊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昨天跟刘凌云说 不是像你说的似的 他的告状成了小伙 不是 他老公死了 告状的链条断了 今后他不能再告状了 今后不能再告状了 以后不能折腾了 我说这是他深层次的原因 就像 这个 存在 特别大的意义是反对人 突然这不存在了 他一下觉得有差 他最反对那东西不存在了 他一下觉得他自己 无价值了 那你的这个是什么 你这个要反对的东西是什么 我只是举例了 他不是那种一开始就上来就非常坚定的人 就他很年轻时被训练出对分寸感的理解 这跟一开始就因为年轻没有遇到障碍获得坚持感是两回事嘛 尽管说他现在此刻好像经过很多经验也获得了很多认可他开始可以放松了 但那个真正的东西不会放松的 那你会觉得自己像是这代人里面的一个迟到的长袍者吗 比如说他们可能同龄的他们比较早八十年代又进入这样 是 这能以前会困扰你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跟大家走相反的两条路 就是大家都在拍文艺片的时候 商业片这条道上空空荡荡的 我就杀进来拍了这个合遂片 当所有的人开始都在按计算器的时候 调转头来 就逆着这个队伍又往回走 会有孤立感 基本上 就是可能有一种直觉就不能太随大溜 而且现在年轻导演起的都挺猛的 这就是过十亿以上的 新导演我就是得要十个八个了吧 也不缺一个孤小刚 还有就是说我也干的差不多了 我的勇气来自于如果我冒犯了什么 或者我就说你今后不许拍电影了 我就那就 我不会像过去我得拿脑袋撞墙去 我现在觉得可能是我就解脱了 真的解脱吗 还是暂时这么想想 其实我是在这个矛盾中的 但没有这个人按着说 你还不许拍了 我觉得 那还是有一些想拍的东西 而且我就从拍我不是潘金莲才开始 我觉得我是真的才入了门拍电影 我是这种感觉 我是这种感觉 看了那些画面 我在剪接台上 我觉得我过去不是出来要瞎拍吗 我每天拍这个的时候我都特别兴奋 我们在现场每天弄好要拍之前 就习惯于我跟罗潘两个人说等会儿 是不是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就是实际上是你的经验在发挥作用 就是你回到你习惯的经验里边去了 但是你知道每天你都在和你的经验作斗争 然后去出来一个在你的经验之外的东西的时候 你是非常兴奋的 要隔自己的命 对 要隔自己的命 比如刚刚你谈到 你感觉进入一个新的台阶感受力 改成为了新的状况 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 这个东西可能妨碍我 我让我不能更上去了 有吗 我认为我一直对结构的 其实从画画的时候就有这种问题 我弄一东西我都是顺着一个 我现在想到的都是最生动的细节 我是细节特别好 但是我很可能会输在结构上 我就是结构的能力我认为 是弱的 或者你心里还有那样的相对明确目标 比如你年轻时候喜欢说美国往事 或者说这些电影 拍一部就非常的证明一生了吗 你现在脑里还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吗 我觉得那都是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对 这倒是 对 那就是一命 其实 现在拍电影那些 电影之外的事考虑的少了 考虑它也没用 你这去干的 奥斯卡 想了一堆这也没用 这些改变不了你已经拍完的这部电影 就是你 你试一什么 它就是 这份量里头十根烟 它就是这么种 装二十根烟就比得重 嗯 咱就聊到这儿吧 好呗 那你忙下一场 好嘞 谢谢您啊 太可爱了 我就听了 我缺东西 我们俩拍个照片吧 对 坐着抽烟拍是吧 快点 抽烟拍 咱俩隔游摊拍是吧 对 隔游摊 从哪儿您聊得舒服吗 还行 还行 嗯 明天喝点酒就更开心了 对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 嗯 不知道 其实挺挺挺犯处 这也不是犯处 我就挺挠头的 我不知道 就是 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谈话 就是 不知道它的语言形态 我不知道我也是不是能够 接得住 就不 我对谈话没什么把握 嗯 好烦你 哎呀烦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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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怎么找不着看那本 我把清晨献给你了 看看啊 那走吧 我还准备来准备一下呢 觉得准备也来不及了 我就想从旁观者的视角怎么看它 因为中国的语境大家比较熟悉了嘛 但在90年代的时候 它的论文关于它的都是把它描成一个反叛者 一个被封杀的一个就是被压抑的一个反叛者的姿态 就没人能想到它后来成为一个商业成功的标志 我一直对冯小刚深感兴趣 藉由他的新片 我不是潘金莲 我想找他聊一聊 临近出发前 我被告知 我们见面的时间被提前了 就是我不一定给他 不知道呢 到时候看 聊得开心就给吧 不开心就算了 我就是你问这话呢 有点儿糙蛋 我就这样 这把傻貌影情 人连这套路都看得出来 他们比人 别这么丢人 被你入侵的感觉 可以啊 都好 我怎么都好 这天是媒体见面日 我和他的访谈被穿插在密集的采访之中 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形式中 他是否有欲望 来表达他内心更深处的想法 我对他们是怀疑的 我觉得他们不是真正的勇敢吧 他们这个通常在瓦解一套失效的 或者说糟糕的业形态的时候 是有作用的 但无意中他们就经常 也把真的崇高给否定掉了 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 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 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 我是一个勉强的创业者 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的逻辑 我还开一家书店 书店里只卖我想看的书 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 显薄的时代心怀不满 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 我也想了解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的 新的动力 新的情绪 与人们的内心世界 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 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 会不会再次印证 那我去球里帮我一件事 这人 我没伤口了 人杀一个是一个 人不用理杀 你就负责帮我担住他 我担住他 不爱强子 还想怎么能复杀 余理不快 好 敌人 我们来看看 我和一些影评人 记者一起提前观看了正片 你觉得好看吗 不错 这俩挺好看的 跟他以前的片子呢 我觉得是想想多一点 我觉得罗织想多一点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算喜剧吗 我觉得 那种片那种喜剧 是 我不是潘金莲 描述了一个过分执着的 农村上访妇女的故事 在其背后是一个 荒诞真实的中国社会 我又能看见了 这是爱情的力量 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在我眼中 在过去20年 冯晓刚比任何人 都更深刻地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 审美举味 不走最好 但走最贵 尽管 并不一定非常赞同这种趣味 而在 我不是潘金莲中 他呈现了另一个自我 既熟悉 又有点陌生 我其实没什么解读 我不知道 我现在我也反应过来 我觉得这么说 可能更准 就是说 其实每个创作者 他最重要的是 对自己的一个回应 我觉得在他的序列里面是重要的 这件事情 过来 我们可以再来 再来 棺材 我们就把这种 看出了 那是 后一大 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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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算了 里边抽烟 里边聊天 我会抽脂吧 森汁烟抽 我这等会儿就 这肉 都是糖果抽烟 这几天天天全是他们喝 喝的早上起来都五米三道了 他们说这缓缓酒 我觉得纯属他们瞎扯 就是想让你再多喝点 如果是在商业上真的是 潘金莲如果真的在商业上很不成功 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困扰吗 会是 首先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因为我在拍这之前 我就有这样的精神准备 我如果拼命的在这儿 矫情里票房的事 那我何必一开始选择拍 我不是潘金莲这小说 我觉得因为眼瞅60了 58了 你比如宁浩他们 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 他们30多岁 差不多行 来一步不好 下一步再来 那在我的有效的时间里头 我还是觉得这个电影要对着内心真正有激情去做这件事 所以就拍我不是潘金莲 那不可以说更具体一点吗 你说真的让你内心有激情的东西吗 这个不能说 我绕他别地说去你也不相信 你最早什么时候感觉到酒精的乐趣呢 二十多岁开始了 那就八十年代出 其实就好了 八十年代出了 八十年代出 我在工会 每天下了班了 凑点反正几块钱 再开始喝 那时候就二十多岁 晚上聚一块找点女孩来 跳点什么天面舞什么的 就干这个呗 你对八十年代现在回忆起来 什么感觉呢 你想你那是最青春的时候吗 而且社会气氛变化特别大 然后整个社会是越来越开放 那时代我还事事的 每星期去海淀影剧院 听那麽的装业团的那星期音乐会 这么有为青年 完了那初你看全国美展 一阶一阶的电影也开始变得可能性更多 那个时代真是 特有劲 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看到崔剑唱歌 可以这麽唱 是吧 对 看到王苏 王苏这麽写小说 对 对 对 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那是中国的 近一百年来的最黄金的时代 那时候从来没想过去当导演 从来没想过 而且我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可能性 谁他妈让你倒 你基本上你还是得是电视学院毕业的 你才有可能 先当场纪 咱们也得干个五六年 然后副导演干个五六年 他那门口还挺高的 后来是因为电影不景气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跟王苏 我们找到韩三平的背影厂 他们说非常欢迎 你们有钱吗 我说孟姆带着钱来的 那你们怎么随便 因为那时候我们弄电视剧弄得风生水起的 然后就想真不让观众喜欢看这个很难吗 这不是很难的事 所以右手就往这方向去了 王苏的小说 他的那种语言风格 是对你来说是特别容易就进入了和沾往了 对 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就是这么说谎的 但你觉得这种语言方法有它的问题吗 对 不 对 也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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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是北京部队 是北京部队传出来的这么一套课 但是他就因为他有他的地域性和极限性 但是他也带着他特别大的劲儿 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时候 你就比如说爱情 哪一代人的爱情都是浓烈的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